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8月8日 巴塞将收到古据丽娜转会分成 据西班牙世界体育报报道 马克古据丽娜已经从百里顿转会去到了车路市 作为培养球员的老冬甲 巴塞也将从中拿到培养费 马克古据丽娜以6500万欧元 挣800万欧元浮动条款的价格转会车路市 这个价格在巴塞的历史卖人排行榜中 能够排在第二位 超过费高路伊斯菲利普·马迪雷克·埃鲁 非股仅次于尼玛·达施华 不过这笔钱是给百里顿的 巴塞只能从中拿到培养费 大概180万欧元 马克古据丽娜是拉马西亚轻讯球员 这位24岁的左后位至今的累积转会费已经破亿 达到1.07亿欧元 2019年 以巴支付200万欧元从巴塞签下马克 据丽娜 同年 巴塞支付400万欧元将球员回购 2020年加泰支付1000万欧元从巴塞签下马克 古据丽娜 2021年 百里顿花费1800万欧元引入马克 古据丽娜 如今球员以6500万欧元挣800万欧元的转会费 去到了车路市 在百里顿引入加泰的交易中 巴塞收到了10%的转会费分成 也就是180万欧元 而今他们还将收到180万欧元左右的培养费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